大家好,美国媒体认为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应该是要上005去出舰 这是美国海军新闻网在2021年11月17号报道的 关于中国高超音速技术大肆渲染 同时还认为中国有一种新型的武器可以帮助重塑海军 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对航空母舰和其他的高价值水面目标形成不可预测的威胁 说早些时候有消息说中国在偏远的沙漠中建造了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型的标靶 连同其他美军军舰模型标靶 他们把这个认为是中国海军反舰弹道导弹计划的一部分 说中国建造大型系列的舰船目标进行反舰弹道测试 其中是美国海军航母的标靶 所以文章就认为浙江是为中国提供一种潜在的改变游戏规则能力 就可以会削弱其他国家利用航空母舰对付中国的能力 或者是肯定会限制他们使用 因为我有这个东西你不敢进入这个范围 所以就从而限制其他国家的战术战略能动性 文章认为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致力于研究反舰弹道的国家 面对航空母舰战力的复苏 其他国家也在开发类似的导弹 文章说反舰弹道团遵循一定的弹道 向目标发起攻击 在再次进入大型之前 这个弹道通常会将反舰弹道导弹送入太空 并且以大的角度重新进入大气层 最后飞行阶段将采用可机动载入飞行器技术 因此它可以调整飞行路线还有攻击角度 以这个击中移动海上目标 机动飞行路线也使得他们更难拦截了 就从而增加它的威胁度 那现代的世界中的船只可能是被导弹和鱼雷击中 炸弹水雷和火炮也能击中海上船只 但这些武器的杀伤力都非常有限 所以认为常规导弹和鱼雷都存在有同样特点 就是对付大型或者防御能力强大的水面目标 需要什么 需要弹道导弹 那航空母舰是大型的严密防御的终极组合 但是现在面临弹道导弹的威胁 主流的反舰导弹体积较小 不太可能对大型的舰船造成灾难性打击 有些导弹的体型更大 比如俄罗斯的花岗岩 远程的反舰导弹 但即便是这样的导弹 射程还是有限 所以怎么办呢 就得把它上船 你把它弄到船上去 高速也很有价值 因为它缩短了飞行时间 就意味着目标在导弹飞行过程中 移动距离更短 关于中国的反舰弹导弹 远程交战从发射到击中 可能只需25分钟 就是西方应该是推算 基本上中国的弹导弹 如果是推算时间就是25分钟 从发射到击中 所以这段时间里边 大家算一下 25分钟一艘航母 它30级航速飞行 航行 那么它的航行距离也就是13 也就是说什么呢 25分钟你能跑13海里 你现在我发射这个点 画半径 13海里 你也就跑13海里 别管你往哪个方向跑 如果加上反舰弹道导弹的威力 破坏力应该是比 大的常规反舰弹道还要强大 尽管如此 很显然 要打击 一次要打击中 击沉一个航母 西方人还是怀疑 不可能 他说这个还是太难 然而中国其实不太可能 在一次进攻中 就只发射异枚导弹 显然西方人认为不可能 中方也不会说发射异枚 就打中你 中国肯定是 要实现任务杀伤 就是完全杀死 你就保护攻击 使得航母完全是 无法起飞或回收飞机 那么 验证的 这次在沙漠中验证的 也就是这个 是否成功 就是在这次验证了 目前中国开发的 至少三种不同类型的反舰导弹 陆基版的东方2GD 还有2009年左右 交付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了 估计射程 就是1480公里 速度是10马赫 在过去五年左右时间里面 东方21系列改进了 这个东方26反舰导弹 东方26反舰导弹 射程要远的多 大约是3700 哪能覆盖关岛 那说是反舰弹导弹 将被添加到新的055驱逐舰上 这也是西方最新的判断 这是咱们 在咱们老观众都知道 咱们早就告诉大家 055要上东方R2航母杀手 要上055 咱们早就报告 现在西方也是印证了 证实咱们之前的报道 说尽管公开资料上不清楚 055导弹驱逐舰将加装什么样类型的反舰导弹 但是可以肯定就是它要携带目前携带的弹药导弹要大 它要比目前携带的导弹要大 这意味着需要增加新的垂发单元 减少当前112个垂直发射单元的弹体容量 俄罗斯现在用米格三腰带匕首 中国正在研制一种空射型的反舰弹导弹 用轰6轰炸机携带世界上最大高空的空射反舰弹导弹 它现在轰6只能带一枚 关于弹体本身现在知识甚少 但是目前西方认为可能就是东方21反舰弹导弹的变种 空中发射大大增加它的射程 并可能在敏感时机做快速反应 就是中国055有反舰弹导弹 同时中国轰6也可以带 空射型的反舰弹导弹以快速的速度发现新目标 做出反应 由于射击导弹的极限射程 因此目标的位置定位 还有任何反舰弹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就是如何确定目标 中国已经是发射了大量的卫星来覆盖广阔的太平洋 所以其中就可能包括什么呢 合成孔径雷达传感器 还有提供全天候覆盖能力 中国用合成孔径雷达来确定目标 25分钟 20分钟就可以到 文章认为就是另一个发展空射反舰弹导弹国家就俄罗斯 米格三腰发射匕首 这种导弹飞行速度是10马赫 导弹射程是2035公里 告示导弹也是俄罗斯的这种导弹 所以伊朗也在发射反舰导弹 新的导弹是陆基型的 最新版本的反舰导弹使用的是红爱光电传感器 末端之导 它的射程有700公里 相比其他的反舰导弹 射程要短 但它飞行速度也不是高超音速 所以它应该速度能达到3马赫 总的来说它是打击能力较弱的系统 但是仍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带来威胁 同时印度也有反舰导弹 总的来看 它认为中国的05 如果上这个反舰导弹 应该是具备很强的威胁能力 我觉得美国应该是首次 确认了咱们应该是几个月前就告诉他的消息 中国的航母沙尔尼 东方21D或者是东方6应该是 或者是东方2D 应该有了舰导弹 中国应该是要上05 05如果有了反舰导弹 就不用这个说37 不用这个到关岛 我就可以往前出 对吧 前出到你这个阿拉斯加 前出到阿拉斯加 对吧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封锁美国的什么 美国的本土军港 你这个航母 只要是到港 我就可以封锁你 让你出来 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信号 就中国可以什么 可以封锁美国近海 美国海岸 因为我的这个反舰导弹 可以在3700公里外 可以直接封锁你美国本土 军港 你的航母出不了港 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 那中国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 需要给这个海上 这支编队 05配这个安全的保障 就是潜艇 配潜艇 做安全保障 所以中国现在 我觉得中国要做的 还很多 但是不管怎么说 05如果上这个 航母杀手 美国人 美国人基本上 就只能退回到 这个自己本土 他在夏威夷 都没有存活能力了 感谢观看